4月23号,赵丽颖冯绍峰工作室同时发布离婚声明,表示两人因工作聚少离多而回归到朋友关系,将来将一同抚养孩子。 随后根据天眼查显示,赵丽颖冯绍峰已无直接商业关联,看来分手的确是很干脆了。 赵丽颖方也向媒体回应表示,这是丽颖峰哥友好协商后的共同决定,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,之后两人会继续承担作为父母的责任。 这个事情我们之后不做回应,谢谢大家的关心。 对此还是有不少的粉丝表示意义难评,从突然关圈结婚到生子,没等来一场盛大的婚礼,却先等来了离婚声明,难免还是有点晚些。 不过呀,丢儿下意识的点开汪峰老师的微博看了一眼,发现原来他要开演唱会了,啊,那就没事了。